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睇星期一照做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 香港的天色都不错 如果今早从大范围的卫星云团 就可以看到受着干错的大陆气流所影响 华南沿岸地区的云量都是偏少的 另一方面在东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螺旋状的云团 这个就是热带气船马拉加 我们预计马拉加会逐渐靠近日本的南部 如果你去日本旅游的话 记得注意当地的天气变化 另一方面从雷达陶醉可以看到 今早虽然香港附近没有什么雨区 但在东边就有些咒语的發展 我们预计教后的时间 多地转出偏东风的时候 有些机会有些咒语 接着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們預測會是大節天晴 而日間就是天氣乾燥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31度 風過方面就會吹和緩的偏北風 稍後就會轉吹冬至冬北風 而各部地區就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指望方面我們預測 隨後這幾天我們就會逐漸受到一些清淨的偏東氣流所影響 雲量就會增多 兼且會有幾陣雨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